而過去講到雙北 常常也會講到一個鄰近的都市 就是被綁在一起的北北基的基隆 現在選情當然各界也在關注了 不過現在國民黨已經確定 要徵召前立委謝國良來選市長了 對上可能是民進黨政國會的立委蔡世英 那麼蔡世英也希望能夠接棒 基隆市長林宥昌的大位 但現在兩個人的聲量是怎麼樣呢 最近對蔡世英是在狂打1280的月票 他說雙北都有了 可不可以也把基隆給納入進去 讓台北通變成首都通 不過過去在立法院 他也是主打像少將的參費 黑鷹的報價等等的空戰議題 然後有討論度 但是與在地的連結相對來講比較低 所以他一週的討論聲量 大概是631掉到598條了 但是可以看到 其實包括基隆市長林宥昌 希望把他的光環轉移給他 但似乎現在還沒有見到成效 就連這個林佳龍呢 因為他現在也沒有表態 也沒有確定是不是真的要選台北市長 所以就也很難的來奧援他 反倒是對手謝國良呢 選前6個月的時候 他們就說了你現在在把提這個1280 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是前四年都睡著了嗎 過去呢 這市長也是你們的 立委也是你們的 你們都沒有辦法做到 為什麼現在選前才要提 他最近狂打了快篩世紀 難同染疫 但是他的網路擴散效果比較差 但是這一週有上升了 大概到一千左右的升量 而他的強勢陸戰經驗 再加上家族澳元 也讓他在這一站裡面呢 現在恐怕經濟呢 只有空戰的部分 而現在網路的升量呢 蔡市議員是以33%領先 但是謝國良 只跟他差距4% 感覺這個差距呢 又在漸漸的拉近當中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